调解纳入选项 三银不是想象 超盘战将 大家好来收看超盘战将 来看这个 我们等一下再聊大盘 等一下再聊股票 不要急 我们要正本清源 先看看我们的底气在哪里 先看看我们台北股市 接下来 如果要上涨或下跌 理由是什么 有没有可以说服市场 说服我甚至说服大家的一个理由 订单 是经济的领先指标 你同意吗 可是老师今天点130 32点 怎么没有反应 那是因为外资还没有回心转意 还没有起义来归 他还在棋子空单那边 他还是一样部件 当然有人说这是虚空单 有人说是时空单 避险空单对不对 不管他是哪一种目的 现在空单的在那边还是有嘛 所以他们给市场一点心理压力在 可是问题是什么 我们能够打败 我们能够破解外资在什么 台子旗进空单的那一种那一种企图 我跟你讲 昨天压下来的时候 其实我昨天在看一些股票 尤其是一些全职股 减便宜 你会不会去减便宜 你不会 你不太敢 你也不愿意 或是你不知道该买什么股票 他们知道该买什么 国家队 昨天买了150亿 150亿元一口气 我就直接说了 未来他们是赢家 未来他们是赢家 这就是我的结论 老师凭什么 凭这个 拜托啊 国家队知不知道我们的经济指标 他们有没有知道 他们会不会觉得说我们股市最正值 有点委屈了 被人家错杀了 好像小孩一样被人家在外面欺负 被人家打 做父母的 做家长的要来疼 要来笑笑 照顾一下对不对 你不要小看 后面还有那个劳退基金 跟退辅基金 他们也在虎视眈眈 已经准备了1000亿甚至2000亿的资金 正在场外等着 等着减便宜 所以今天跌了132点 你不要觉得说 跌了132点 我跟你讲不一样 今天我认为是有点弱中透强的味道在 你有没有看到一些指定 一些特别的一些指标股 我在盘中看盘 9点到下午1点半 我在看盘的时候 我很特别留意一下 一些指标股 或是人气股 他们的走势 或是他们买卖单的那个挂法 我都在注意 就是买卖单的挂法这边 这是买卖单的挂法 我都会稍微看一下 有西桥 有玄机 很有趣 我告诉你 今天我们没有反应这个 但是我在看 我是看大方向 我在看总体 我站的高度很高 我在看未来的一个基本面 未来一个总体经济 这个已经说明一件事情了 本季动能强 六连八红 我们订单接到订单 我们接到很多国外的订单 订单接完之后 我们就要怎样 就要备货赶货 接下来你觉得我们的出口数字会如何 我们11月的出口数字会如何 你会觉得我们11月的营收会如何 如果我们订单接的那么漂亮 而且手机新品备货 者还会订单到下一季 那也就是说 接下来手机的订单 第一季 明年的第一季 也会很不错 那透懂 那就没问题了 所以人家说瑞颖 上看25420 要不要再改一下数字 我觉得可以再更新一下 没有那么低吧 没有那么低吧 各位 今天还有一个重头戏 NVIDIA挥打 NVIDIA挥打 老师台积电 台积电好像今天跟挥打 好像没什么太紧密的关系 因为挥打也在跌 其实我看到挥打公布的数字 他上季的营收获利 根本季展望均优于市场预期 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我们市场给他的高标太高了 他明明考了98分 不错 你一定要让他考到100分 他就算考到100分了 你一定要说 一定要考到110分 贪心 真的 我发觉我们最近的 对挥打的那个 那个那个严格的标准 我是觉得太苛刻了 但是 我再看黄仁勋 我再看黄仁勋 他讲什么 他对未来AI的看法 各位 刚刚我讲到了 AI 然后 黄仁勋之前也提过一件事情 太夯了 未来一年已经被定光了 听说好像是这样 听说是这样 没有 没有错 我再看到财报里面的一些数字 我就觉得说 挥打相关的概念股 各位投资朋友们 你们要特别留意 真的 难怪他要盖这么多场 那个需求 我跟你讲 现在很多分析师 很少在跟你聊 聊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说 明年台北股是未来的一个走向 到底是走多还走空 我们架构先确立完之后 我们再聊股票 我们再聊好好的聊 接下来的标股 你大方向也没确立 你多空方向也没确立 然后你整天节目一进来 就跟你聊股票 我的股票涨连板 我以为好标 这种话你听得进去 未来都不知道 然后每天跟你讲标股 一个分析师 看的真的要远 你要纵观 你要广度 而且也要有点深度 我在其实这个盘 水很深 水很深 我觉得接下来 如果你只要掌握住 一些关键的一些题材 什么意思 这是昨天的新闻 对抗中国 美国要推AI版的曼哈顿计划 所以说AI是兵家必争之地 未来美中两国 AI的一个技术 他们一定会竞逐 他们一定会竞争 杀得你死我活 到最后谁是赢家 我认为他的几率比较大一些 因为他有谁 他有台积电 中国没有 台积电到美国设厂 美国有台积电 所以美国川普真的会对台积电动手吗 我觉得搞不好他会手下留情 我觉得他会手下留情 所以台北股市跟台积电 不用看那么淡 各位啊 昨天晚上美国股市 我在看昨天晚上美国股市也很有趣啊 你看一下这边 下影线 NASDA 昨天打下去 又拉上来 又留一个长长下影线 什么意思 这边的支撑够不够强劲 这是S&P500 不好意思 NASDA在这边 对了 有没有 有没有 NASDA 然后费城半导体也是啊 这四大指数在做一件事情 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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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他在刹车啊 不要再跌了 所以美国股市这一波的一个拉回来 我认为差不多了 只要多投讯号 攻击讯号买盘出现 就是往上涨 那台北股市呢 可是老师今天跌132点 又是因为全资股的关系 可是股票 里面很多股票 已经不等大盘要往上涨 我告诉你 大盘随时会反转向上 但是股票要先动 尤其是这些中小型股已经在动了 我跟你讲 中小型股已经在动了 讲到这边 我不知道我对大盘的一个见解 你们有没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蛮好奇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你是第一次看到我 还是 对我有一点点印象 惊鸿一撇而已 我愿意花些时间了 好好来跟你聊一聊 因为我希望我讲的话能够伸直你的脑海里面跟心里面 我能够走到你的心里面 我讲的话 我讲的内容 我讲的股票 我真的希望能够对你有帮助 因为我很喜欢做一些分析师 其他分析师不敢做的事情 讲未来 讲标股 肯定的讲 该公开 该推荐 该开牌 勇于开牌 因为 验证 我要你看我的节目 我要你来买我的股票 那理由是什么 我要证明 证明说我的股票有料 我的股票是很强的 或是我在讲大盘 老师我听你讲大盘 有得利 赫棒相争 渔翁得利 当美国跟中国要在对AI相争的时候 台湾就会得利 同意吗 同意吗 所以台北股市有不少的股票 接下来会很标 接下来会很强 比如说 我昨天开这一支 早上的时候 老师 撈开 撈开 干嘛这样 这么严格 这样整理一下不可以 我不是写在这里吗 你不是看到了吗 我昨天也有强调 那你怎么会以为说这样就结束了呢 我不是写在这边给你看了 我写这边给你看了 一个两个 今天差点第三个 清俊的股票 盘讲完了 我们来聊股票吧 接下来你该买什么 两个方向 两个方向 老师那他属于哪一个 做账还是做梦 我跟你讲 现在请你把一些基本面的东西 比如说很多股票的一个财报 EPS 营收 你可不可以拿利可白给它涂掉一下 或是把它摆在一边 摆旁边一下 我们来聊什么 来聊这个 听说啦 听说啊 听说啊 未来你会在报纸 你会在杂志 你会在财经新闻 你会看到一些某些公司的一些 特别的新闻啊 或接受了访谈啊 告诉你这家公司的未来啊 明年会好棒棒啊 产品会很旺啊 开始了 我只能讲开始了 明将其宝 开始了 就像最近的BBU 是不是一个梦 你不要告诉我 现在已经看到获利了 没有啦 哪有看到获利 BBU啊 备源电池电力模组 我最近跟你讲的股票 我最近跟你讲的标的 你知道吗 我最近在跟其他分析师在比赛 因为最近盘你都知道嘛 盘不怎么样嘛 好 既然盘不怎么样 海水退潮了 那我们就看谁在挪泳 我们就看谁的股票比较强 当大盘不好的时候 你的股票可以帮助投资人 帮助电视观众 帮助跟在你身边的人 能够赚钱吗 来VCR 导播 Check out 不要吃股票 停办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当大盘这样的时候 我开牌的时候 这一天 隔天打下来 那个声音来了 质疑的 取笑的 嘲讽的 讽刺的 他说讲的就是酸言酸语那种的 都来了 没有关系 清俊挺得住 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我什么酸言酸语没听过 无所谓 没有关系 懂我的人 懂我内涵的人 懂我股票的人 你们都知道我的股票未来会怎么走 各位 这一支股票 今天 涨停办 再创波段新高 所有买的人 不管你买在哪一天的人 今天 全部获利大赚 涨停办 177块 当大盘跌 132点的时候 我的股票 最近开牌的股票 我用我最近开牌的股票 来证明我选股的功力如何 可以吗 好不好 我拿我最近公开的股票 不管你在哪个时段看到我的节目 看到我的股票 我就以 最近我公开的股票 我们来测试一下 当大盘不好的时候 我股票的强度会如何 比如说顺达 比如说 新胜利 52.4 你去啊 导播 去吧 别自顾 炸 停办 47.2 开牌你会很有感 什么感 老师 你有什么感觉 有吗 现在有没有感觉 有没有感觉 你刚刚看到 你刚刚看到VCR 我开牌时间 今天收这个位置 有没有感觉 有没有感 有没有感觉 当天我公开 你会觉得 没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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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今天咧 今天咧 有没有感觉 有没有感觉 我告诉你 我再给你强烈的感觉 这支 这支 如果你觉得感觉不够强烈 不够厉害 不够猛 来 我给你一个更厉害的 我给你一个更猛的 好不好 就这支了 就是这支 超级闪喷标股 一定会有人 在吹毛球吃 哎呀 13号公开的 今天都21号了 对不对 会不会有人这样讲 会不会 13号 是不是上个礼拜了吗 OK啊 那我就来拿 前两天 18号的股票 今天21号 前两天公开的股票吧 对不对 我们来看看 好不好 来 有意思啊 看清楚日期 看清楚价位 导播 去吧 这支股票 这支股票 涨 停办 41块 开盘 公开 没有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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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停第一根 给你看 很强 很棒 很厉害 会一直喷 哪有一直喷 就这样而已嘛 就这样而已 哪有一直喷 一直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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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18号 18号公开 给大家看 公租于众 真面目是人 原来老师 是 紧喷新黑马二是这支股票 那 18号开牌 给你看 然后昨天 昨天 昨天有一事了 开高走低 老师 还爆料 我在帮人家出货 是不是 你在帮人家出货 是不是 怎么会开高走低 昨天在那里面 有人在问我说 老师啊 我买在这边怎么办 我买在这边怎么办 你看我对你多好 你看我对你多好 要不要 要不要 我想 我开在这一天 各位 我开在这一天 已经隔了三天了 隔了三天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赚到 我不晓得 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 这个更厉害 这个更厉害 神秘热线 市场都还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哇 我最喜欢在我的节目 跟各位及时分享 我的第一手情报 我不会那么吝啬小气 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接下来这支股票的筹码力量 太惊人了啦 怕死人 筹码力量 老师筹码力量会很强喔 你还不相信筹码力量会很强喔 买有筹码力量的股票 你都会 你会大赚 你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我写在这边啊 你自己看有没有 有没有创新高 有没有涨停摆 有没有 只能说这一支的筹码力量 太惊人了 提到 转涨停 然后 涨停 涨不停 真的吗 来 去看看 试试看 体验看看 各位 不要想打电话进来拿 来电就给你 不用钱 不用钱 我们来试试看 你今天拿到这支股票 不管你在哪个时段 哪个平台看到我的节目 拿到我这支股票 一起 一起为我做见证 等到我在公开的时候 我跟你讲 你一定会很有感觉 这支股票 真的 又涨停板了 来 超级闪喷标谷 有多会喷 很会喷 打电话进来 超级闪喷标谷 送给你好好把握 进广告 迈向两万点新世代 888惊喜价 大步向前走 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 迈向两万点新世代 888惊喜价 大步向前走 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 惊喜专线 02 8511 3366 8511 3366 相信 从顶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02 8511 3366 8511 3366 没有顶业投顾 超盘战将 昨天开牌的冰川 今天再创波段新高 开牌的顺打 掌停板再创波段新高 新胜利再创波段新高 涨停板 50% 我跟你讲 这个不够看 不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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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沾 真的 轮到他了 轮到他了 前面那几支股票 我的建议 看看就好 你来拿我这支 来买我这支 买再起涨点 买再起标点 超级散喷 我多会喷 以后你就知道 拿到赚涨坪 涨坪 涨坪 一通电话 一块钱 你跟我换这档股票 很划算 一块钱 一块钱 超级散喷标 就是你的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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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